我早知道就不吃你的雕鳳腦了 我媽的膽子都吐出來 我早跟你們說過 你別吃那麼多 你不是瞎搞啊 我這輩子 我這輩子都不想再吃豆腐島了 來的往往這看 你看這紅燒肉燒得多好啊 今天火勢不錯 咱們解放軍的火勢標準提高了 你們都給我吃啊 別餓瘦了 餓瘦回去你們的單位領導 說我扣你們火吃肺啊 看我啊 香有肺有瘦了 吃吃 我受不了我 連著 這是我們必經的一關 要是 能否讓我們真刀真槍的感染一生 也不至於這麼難受 真刀真槍 這一關我們都給他做 先意大 canceled 就算了 嘻嘻 拿上來 看賢 你 嘻嘻 嗯哼 嗯哼 嗯哼哼 吐吧 吐啊吐啊 就习惯了 五号 你打算告诉他了 他不是时候 我觉得陈庄这孩子 太不容易了 是不容易啊 谁都不容易啊 五号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残忍吗 我觉得陈庄这孩子 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生活 假如他不来当兵 假如他不来我们特战旅 你不觉得和神光 是个好兵的材料吗 是 我是这么认为 我的意思是 对他个人不中平 假如说他是个好兵材料 不来保卫祖国 那他练武干什么 那不能试练武的都来当兵吗 别的练武可以不来 他不能不来 为什么 如果你的父亲被害了 你心里面能释怀吗 不能 他也不能 人生几十年哪 要么压抑 要么爆发 他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他要是找不到一个心灵的出口 他可能很有名 很富有 但他内心不能释怀啊 他找不到幸福和快乐 记住啊 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不是来自于物质 而是来自于心灵 母亲遭车祸去世 说白了 他就是半个孤儿 他的内心很封闭啊 他一直希望 跟父亲在一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是 他父亲是牺牲了 但是在他心里 父亲没有死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我的意思是 到底要怎么样 才算是和他父亲在一起 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人 当父亲和他相融在一起 父亲的生命 才真正得到延续 行了 你以后会明白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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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